欢迎来到有声书评 我们透过人与书的对话书 对人的启发 陪你一起聊阅读 聊想法 聊行动 今天我们要来带来一本书 这本书呢 很有年纪感 因为书名就有年代的感觉 书名叫做中年之路 现在中年距离你多远呢 是你现在正在ing 还是还有一段空间 你自己觉得 你还是个青少年 还是个青春的霸退呢 还是你已经过了所谓的中年 到了下一个阶段 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年纪 我相信今天呢 凯宇要带来的这本书的导读 我们开录之前就说 这本书很好看 很重要 但很难讲 为什么啊凯宇 因为啊 讲书评大家对我们期待都很高嘛 所以我要先压低大家的期待 聪明 我下次学起来 这是人到中年所产生一种智慧嘛 就是知道就是 不是只有自己觉得如何 不是只知道就是从自己的角度去铺成很多事情 而是换位到他人的角度 但这听起来好像有点tricky 先压低你的期待 他们到底要不要听这一篇啦 我觉得这本书就像刚才嘉玲说的 它是一本很好读 而且我相信你读进去 你会在里面看见很多自己的身影 而且我在那边要付诸哦 你可能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你说我在里面不会找到自己的身影吗 其实也会 因为生命有很多时刻会跟你想的不一样 中年只是一个概括的概念 可是我们人生不管你几岁 当你遇到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 那内心有很多很优维的处境 有很多很细致的自我对话 甚至于很多很细腻的调整 在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发酵 那这本书它都会带给你很大的帮助 好 那这边我就要问一个关键的问题 来 海宇 中年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现在在那里面吗 好 我当然是在那里面嘛 不管从主观感受 客观年纪 还是你从视觉年纪 你怎么可以点头 所以其实我不应该点 说没有没有 我们都没有 对对对 你在里面我也在里面 你要说看起来不像啊 你中年了 怎么可能 你已经有四十几五十岁了 真的吗 我们到底想创造什么期待 给我们听说 好啦 其实我刚才还少讲一个东西 就是这本书 我会用什么样的姿态 来陪大家分享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走在中年的路上 那在过去分享很多书 我觉得我比较像导游 因为你看你去一个地方玩 导游他的工作是带着你去玩 他让你知道看什么看哪里 而且最重要一点是导游的工作 是他自己一定踩过点 而且他非常的熟悉 不管熟悉那里的人情风土 还是熟悉那里的 不管是旅游书上写的 还有旅游书上没有写的 可是呢 我在分享《中年之路》这本书 我觉得我的姿态 我不是个导游 因为一来我人在里面 不要说踩点 我根本还没有老到 或者是成熟到足以回观 什么叫做中年 但是我又好想跟你说 所以我想说用一个什么姿态呢 就我不是导游 所以不要假设我都知道 不要假设你到了一个地方 不知道厕所在哪里 你问我我会知道 我不会知道 又不要付钱 对对对对 我不会知道 但是我是一个跟你一起同行的人 我跟你一起发现 我跟你一起探险 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姿态 一来 我可能在跟你分享的过程当中 或许会对你更有帮助 二来呢 也有可能我自己在分享这一段 书评的过程当中 也帮我自己的中年之路 走向更完整的地方 好 那回到你刚才说的问题 中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吗 几岁之后 这个书里没写 对 书里没写 但是我会觉得 这本书 因为我们会知道 他是一位中营老师 那我估计没错的话 对 我们估计没错的话 我们之后也会邀请他 来上我们的节目 他在台湾 算是在谈容歌心理学 然后自我整合 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我自己男生 我可以这样说他 就是一个阿伯中年大叔 但是充满疗愈的一个中年大叔 等一下你确定他年纪比你大 还比你小 我其实不确定 但他的造型 他比较相对的不修蝙蝠 然后他留个胡子 然后声音有那种南部人的热情 但却有中部人的温暖 然后有北部人的睿智 不要占南北 对对对对 刚才串全纯属即兴发挥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了 所以他的 他是这本书的译者 因为作者叫James Hollis 然后呢 他的翻译序开头 他就说中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帮大家念他这一段翻译序 从你开始意识到生活不对劲的时候 无论是你很得意自己胜过了父母 或者是一直觉得自己比不够他们 无论是你发现伴侣关系跟你想象的有落差 或者是觉得自己似乎没有活成年轻的时候 以为的那个样子 你都可能发现有些小小的情绪在发酵 这些对生活里各种不满和疑问 经常指向荣哥心理学里面说的中年危机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 或许可以这么说 你长大了 但却没有成为你自己 哇 你长大了却没有成为自己 对 我觉得这句话 我不管是在读他 还是我亲口跟你念 我都非常非常触动 我还记得 我在第一次读的时候 我就被触动一次 然后我在准备这本书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还特别跑到北海岸的一个咖啡厅 看着大海 然后在准备 我印象很深刻 我在重读这句话的时候 我掉眼泪了 我长大了 但我又没有成为我自己 我开始用这个问题来问我自己 那事实上呢 如果我们顺着这个脉络往下看的话 那到底中年假设你也有同样的感觉 你觉得你长大了 你是个成年人 大家也都认为你是成年人 甚至于你为人父母 但你离那个所谓的自己好远 你可能又有另外的疑问 那那个自己是谁 那个我是怎么定义 怎么边界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同行 跟你是一个同行者 因为我们一点一点来看 可能从一些你所知觉到的感受 慢慢的回到真的只有你自己能定义的那个核心 因为当我跟你定义 什么叫做我 什么叫做自己 那叫做我的定义 哪怕是容格来定义 那也叫容格的定义 你猜你会不会有一个矛盾 当你真的活成了 好像容格定义出的那个自己 你会开始怀疑 那是容格认为的自己 还是我自己认为的自己 好像在绕口令 但好多时候我们在生命里头 真的很多时候会对于成为自己也好 或是我今天到底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有很多的困惑 所以在书里面好像也有特别讲到 一些认同的过程 对 没错 其实我们会产生 不管是认同的危机 有些比较心理学的说法 还是我到底是谁的这种探温 一定是你生命当中感受到 甚至于强烈的感受到 有什么错误 有哪个地方出错了 那这时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说真的啦 你在一切顺风顺水 每天喝酒吃肉 的那个日子里 你很少会去问我自己 到底我是谁 而那个到底哪个地方出错 我觉得就要回到我们自己 对于什么是我的那个认同建立的过程 这书里面有一个篇章有写到 关于认同的变化 它里面有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 其实会有一些阶段 有几个阶段 就是我怎么产生我是谁 第一个阶段叫童年 这很容易理解嘛 我们生到这个世界 我们从一个无意识的存在 变成有意识的存在 从一个生理的存在 变成一个心理的存在 一定是靠我们的养育者 照顾者或外界来定义我是谁 有没有 刚开始的时候 对没错 像你先前有一门课程 在谈心智化 这个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也是透过养育者 跟我们的互动 跟我们的语言 帮我们把很多的情绪状况 标签出来 所以呢可能在我们 被照顾的过程 或者是求学的过程 在上学的过程 我们会从很多外界的刺激 比如说你哭 你闹 你的爸妈可能跟你说 你一定很难过 但你爸妈也可能跟你说 你是个坏孩子 同样的哭闹本词 当我们被不同的回馈的时候 可能就会造成 我们对自己的印象 会很不一样 然后造成成年之后的行为 会很不一样 所以第一个阶段叫童年 我们在里面 其实在这个阶段 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 从这里有写 就是这个启蒙的阶段 想要达成的目标 是跟父母亲的分离 所以听到这里 有很多人 惊出一身冷汗 想说我已经几岁了 但其实我还没跟父母分离 如果大家有看 那个脑筋集转弯2的话 他开场就 有一个画面 我觉得蛮经典的 就是 1的时候是来历 还是童年嘛 对没错 然后他到2的时候 就是青少年了 然后青少年的时候 他的人格岛就有一些变化 而人格岛就是重点嘛 就是他的心智的重点 对 从原本都家人为主 那到时候 在青春期的时候 他已经小到一个 很小很小很小 然后他的朋友岛就会 非常的大 对 那就是一种分离 没错 因为他就从 蛮关注焦点 是在家庭里 没错 转向学校 那很正常 对 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就是 我们到第二个阶段的认同的建立 通常就在青春期 青春期呢 其实 不管是我们所认知到的青春期 甚至在这里说的 延伸到我们成年的早期 对 就是你开始 追求另一半 你开始追求一份工作 你开始在工作里面证明自己 好 他这里有一段话很好笑 就是说 他说 在这个阶段的人 常会对这个世界说 雇佣我 和我结婚 信任我 就是那个认同 就是从一个 我从照顾者 我从我的家 怎么定义我 变得是 我要从 我自己 跟这个社会 跟他人 建立不同的定义 或者建立延伸性的定义 更确认我是谁 所以我们常常说 长大成人 长大成人 一般人 所表面的意义 比较像是在这个阶段 发展到后期 对对 叫做我确立 我是一个社会人 我确立 我可以养活我自己 成家立 没错 没错 然后接下来 到了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很妙 他用一个词汇 叫做 第二成年期 第二成年期 所以你可能会弄错 第三个阶段是第二成年期 那第一成年期在哪里 其实就是在青春期的后期 你开始可能有工作 各方面 这个可能有些人 因人而异 有些人延伸到很长 有些人可能到四五十岁 或者一辈子 他都没有正式的进入第二成年期 对 而这第三个阶段第二成年期 有一点就像这本书要谈的 所谓的中年 中年之路 他说 在这个阶段呢 人的投射的瓦解感 会产生 会产生一些 比如说背叛感 期待破灭 空虚 还有意义的丧失 来白话文 你会不会有一种 你过去相信的是 好像在接下来的日子 不能继续使用了 你过去一直认为的价值观 好像在接下来 有一点奇怪了 甚至于你会突然一时之间 从一个你觉得你是 引导潮流的弄潮儿 变成是一个 你背后的年轻人在议论你 对 还有一个老人 没错 所以这些东西 不管是意义的丧失 或者是 甚至于他里面说到 在这个阶段 人获得了成为个体的机会 我们可能超越了父母 而父母的情节 还有文化习惯的决定 我们可能都超越了这些 但是也更可能是什么 也更可能是 我们在这里面困扰着 因为我们过往 为什么这也要讲投射 就是我们过去 一直以来活到今天 那些我们相信的 他似乎不好用了 对 他似乎用不出来了 你可能过去 一直是一个很谨慎认真的 可是曾几何时 你的谨慎认真 不再得到赞许 反而被认为是死板 对 限制了你的发展 反而是认为是没有弹性 甚至你在伴侣关系 你一路以来是一个 很忠诚的人 然后是一个 相对木讷给你伴侣安全感的 但曾几何时 怎么你这份忠诚跟木讷 变成是无趣 变成是不懂得生活 变成是跟时代脱钩 变成是 在子女的心中 是一个完民不灵的人 这些东西可能很多人 他没有意识到是 生命阶段认同的变化 但是呢 他事实上 他会有一种 他会有一种觉得 这是这个世界出错了 对 是你们出错了 是别人出错了 不是自己需要有一些意识 做一些调整 那当然在这本书 有熟悉中歌心理学都会提到 到最后的阶段 第四个阶段就是 我们跟这个更大的世界 可能自信 那个self 大写的self 跟宇宙的关系 那这里有一段话 他就是说 在这个阶段 我们要学习 和死亡的神秘共处 好啦 白话文 就是我们会意识到 如果能够成功走到这里 就会真的去接受 有一天我会消失 于是我在仅有的人生 我在这有限的人生 我如何活出意义 我如何活出 真正属于 自己定义的价值 而那个自己定义的价值 价值并不是说 要很自私啊 一路玩到挂那一类的 它是一种 我跟这个世界 更大的世界 产生一个更美好的融合 那在我们东方哲学里 可能天人合一 对天人合一 所以事实上呢 你看哦 这些认同 其实讲认同 它就是为了讲后面的东西 叫做投射 很有趣哦 我一直觉得心理学 它就是一个这么有趣的机制 就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认同的过程 好像是发展的必须嘛 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一个阶段 我踏不了这一个石头 我会再踏不上去 可是好像心理学常常就是 我踏上去了之后 我回头还要去看说 那这个我踏过去的东西 其实有可能是阻碍了我 对 或是那只是我的想象 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在佛家有一段 隐喻故事啊 就一个算佛家的段子 我每次都很出动 就是我们常常 佛家喜欢用渡这个字嘛 像是渡河啊等等 请问一下哈 你搭个小船渡河 你已经到彼岸的岸上 你还需要背着小船 继续往前走吗 嗯 但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每个人生你看 就因为这些认同 不断地行溯今天的我 但如果我没有意识 这些认同带给我的 我没有有意识的 他就过到彼岸了 过了河了之后 还是背着身 我还背着船 你看我过的河越多 我身上能背几条船嘛 你就被航空母舰了 对我刚才也想到这个 干脆就在喊上就好了 所以你就会发现 所以你就会发现 但是客观来看 我退不回去了 嗯 但是往往前走 就是我跟他说的 你清楚地意识到 一定哪里出错了 对 而这时候你清楚地意识到 一定哪里出错 你无非就是两个途径 向外找寻 到底是谁犯错 向外找 到底 可能有时候 比如说很多人去学习 他其实也是向外找 他希望找到一个导师 他希望找到一个 更厉害的答案 嗯 他希望找到一个更 更有效的方法 但是呢 这个终究就是 你仍然背着你过去的船 甚至于你起初 找到下一艘船 然后你人在路上 就 就 在陆地上 就是这种隐喻 你知道吗 我尽量用这种话啦 因为我 一方面不想要 阻碍你阅读的乐趣 二方面 说真的 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熟 龙格 对不对 我不觉得我熟 但我只是 拿我自己的提问 我说我是一个跟你同行的 好 那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是向外 那向外一定会得到很多的痛苦 但有一种叫做向内 那向内呢 我们就要了解 那个投射怎么运作 这本书里面的五十三页 有一段 他是引用 也是另外一位 荣格心理学家的一个大家 叫冯法兰兹 他永恒少年 永恒少年的作者 他就提到 投射的五个阶段 我们来听听看 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当你的生命发现 Something wrong 不对劲 用过去的方法行不通 或者是硬是要用过去的方法 只会造成更多的痛苦 但是却几乎没效果 这时候呢 来我们来看 投射是怎么发生的 和投射 我们怎么经历它的幻灭 他说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 人生性内在的 无意识的经验 是外在造成的 我现在的任何感觉 都是外面的刺激反应的 是因为这里很热 我才会热 是因为你很坏 我才会生气 我们的关系不好 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惹毛了我 那工作不顺利 千错万错 都是老板的错 环境的错 别人的错 同事的错 部署的错 这样子 然后甚至于有时候 有时候这种 这种 内在的无意识经验 是外在上 有时候是很隐为的 它可能会发生在 没有那么强烈的指责别人 可能是找很多借口 就是因为 我过去 我的爸妈没有怎样对我 所以我没这个能力 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往外推 然后到第二个阶段 是什么 人慢慢的认识到 他所投射的意向 比如说他陷入情网 跟一个人fall in love 跟外在的现实 是有落差的 这个 这个 这个love 应该就是跟他想的不一样 对不对 意思就是 你可能投入了一份 所谓的理想工作 后来发现里面根本不是物质 就像 我们自己本身是 算是半个公众人物 所以很多人跟我们 想要跟我们工作 对我们都有投射跟想象 然后每一个 我会很nice 对每一个来到我面前 要跟我工作的同仁 我的第一个 我通常不管他是什么个性 我第一个给他的观念 并不是如何做好工作 我第二个给他的观念是 从此刻起 不要把我当老师 我就是你的老板 一个合理的老板该怎样 我都会有 而一个合理的老板 会有哪些缺点 我也都会有 意思就是什么 你拿掉那些不必要的投射 幻想 对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有种幻想 你看为什么这里说fall in love 你看你一定会觉得 我终于追到了 我心目中的女神 一直到你有一天发现 原来女神也会大变 就跟你想的不一样吗 或者我终于追 就是欧爸居然看到我 这样子 他发现 原来欧爸的那些招数 是只在韩剧里才有 没错 所以可能很多人在这时候 他如果没有穿越这个阶段 他就会找下一个所谓的女神 于是你就会发现 人为什么老是在绕 就同样的问题 同样的坑 一直跌 一直跌 不管是关系的 不管是工作的 像我也有跟我学生 曾经分享过 为什么你同样的状况 老是发生呢 同样的错老是犯呢 或者同样的认知偏误 老是一而再再而再的 跳针呢 你名字也知道 这样行不通 所以可以体会一下 如果你能走过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叫做 人需要承认 这个落差是存在的 就是你想的跟现实 也是有落差的 也就是说 这世界上真的 没有理想的女神 这世界上并不存在 你梦想当中的 最好的老板 对不对 黄仁勋来台湾 大家都觉得跟他工作很好 但你知道跟他工作有多tough吗 多糙吗 你只是想象可以跟他一起逛夜市而已 对 你只是觉得自己有个老板 穿个皮衣很帅 不好意思 他穿的皮衣叫做外在的形象 他在公司里穿皮衣 是揍人 不是 那个我不能跟他讲 对 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都是我们的投射想象跟包装 那实际的他是如何 是更好 还是更不好 我不知道 甚至于你如何去定义 那个好或不好 我也不知道 就像多数人会羡慕 含金汤匙出身的 那个叫做 我们因为没有在那个家庭 但如果你在那里讲起 你要知道 他 他拥有那个金汤匙 你以为那个金汤匙是真的 吃好喝好吗 那金汤匙搞不好 带给他多大的伤 多大的痛 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要承认 这个落差是存在的 到第四个阶段 人被迫下一个结论 自己确实在一开始 犯了点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一点味道 所谓的拿掉投射的幻想 就是你开始 开始把那个都是别人的问题 变成是什么 就是 原来我看错了 你不是那个女神 下一个女神才是 变成是 其实或许 这真的是来自于我 我是不是对于一个所谓的完美女性 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总觉得 她们在我面前那么的完美 我忽略了她人生当中 会有卸妆的时刻 对不对 会有可能跟你我一样的 七情六欲 懒惰或等等都会有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确是被迫 我们拿掉完美的幻想 然后开始愿意认错 或者是有时候有很大的割裂是什么 原来我必须承认 我真的是一个 就像我真的遇到很多男性 走过一段路 她说原来我终于 我终于愿意承认 我先前真的没有在管别人的感觉 对 其实当一个男性能够说出这一段话 她那个穿越就很大了 对或者是她说 我到这一刻我终于承认 过去我真的一直关 把自己的感觉关起来 我不去感觉我自己 或者是我到此刻我终于承认 其实我没有想象中的无所不能 承认自己的脆弱 承认自己的不足 承认自己那份 你过往一直 其实一直包装的那个部分的背后 其实是有很多的软弱 然后到第五个阶段 人必须在内心寻求 这个投射的能量来源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我一直用这个角度 看待这个世界 它就不是用一种早战犯的 就像我们最近的线上课程 回家 我们回家这门课明天嘛 对 是最早鸟最后一天 请大家把握机会 但是很多人 可能会有一个 稍微有一点需要调整的理解 就是觉得 那是不是我所有的问题 都推给委员 我说不是 它是个源头 它是你一部分 但你现在成年人 甚至于你现在 你要透过了解那个 知道有哪些东西 哪些东西不是你生命当中底层的 哪些东西是你继承而来的 哪些东西是你学习而来的 而让你进程的 而让你学习的 比如说你的父亲 也不是他们有错 而是 它就是一个 吊诡 就像一个人在 童年的时候 他没有这些照顾者资源 他也长大不了现在 可是他长大到现在 我很喜欢加琳达的一个比方 就是 你现在还穿着 假设你现在35岁 还穿15岁的衣服 你不觉得很别扭吗 可是我们的心智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包括我们对自己的理解 有时候我们不管几岁 当你不去看 你其实仍然穿着 你过往 那个成长过程 然后被赋予的东西 我很难说他对或不对 好或不好 因为没有那些 你活不到今天 但是如果你不去看 你就会回到我开头说的 你强烈的感受到 一定哪里出错了 只是你还不是很确定 到底是别人的问题 还是自己的问题 而通常 把力量收回来吧 所以堪云你的意思是 在到了中年 或是你开始成长 不一定要到某一种数字 其实都是我们开始 对世界有失望 对自己有失望 然后我们必须去正视那个失望 没错 其实在这个关键的 转折点的时候 这时候融格的概念 我觉得还蛮形象的 能够解释 比如说可能很多人听过 人格面具和阴影 好 那先不要管人格面具 你懂不懂 你有没有听过说 这个人戴面具 假假的 假假的 有没有 这个印象大概都懂 那其实融格讲的人格面具就是 我们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建立我是谁的过程 我们其实有很多东西是 需要戴上面具 就像 就像我自己 就像你在青少年期 到成年期的早期 这时候你要嵌入社会 这时候 我举例啦 你第一次跟你心目当中 喜欢的那个男生或女生 约会的时候 你觉得你有没有戴面具 应该是戴农装吧 对啊 对啊 那就是一种 我觉得必然也必要的包装 但说实在来 只有很少数的人 能清醒的知道 面具不等于我 可是我们多数时候 甚至于我必须说 就算是你经过 常年的心理学训练 或者内在的觉察 你在不小心的时候 也会去过分认同 我是那个面具 是 开玩笑 我是个老师 我怎么可以怎样 我怎么不能怎样 那个面具可以是角色 比如说我是妈妈 我是老板 我是什么 这角色 面具也可以是你自己 因以为傲的 比如说是能力 我的语言能力很好 或者是我的工作能力很好 就是这都是一种面具 对 而那个面具相对应的 就是阴影 就比如说 当我在成长过程上 我学到做事很谨慎 闽南语叫丁金 做事很丁金 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 甚至于一直到我成年的过程上 这份丁金 这份谨慎 我还可以源源不绝地得到赏识 于是我那个 那个面具 谨慎的面具 它就越戴越后 它就会变成一种盔甲 没错 它曾经保护过你 没错 然后 可是盔甲其实就是 你睡觉的时候把它脱掉 但我们很多时候 是在人格的发展上 是没有脱掉它的 对 然后这个部分的话 当你一直不去脱掉它 它的相反点 就是我们的阴影 比如说 你一直戴着这个面具 然后一直到你觉得 好像你的谨慎成为 你跟他人交往的障碍 或者是成为你生命的负担的时候 这时候它就是一个机会 要去看面具下的 或者是面具后的 那个阴影是什么 而书里面说 它说阴影包含了所有 身具活力 但却有问题的东西 比如说愤怒 性欲 当然也包含了 欢乐 自发性 和未点燃的创造自活 我先这边讲 阴影不等于是坏的东西 很多时候会觉得 阴影就是不好的东西 应该是这么说 如果你现在是 刚才凯宇讲的 谨慎是你的优点 那会被你丢到阴影的地方 就会是比较冒险一点的 比较勇敢一点的 那勇敢跟冒险是坏的吗 不是 它只是相对于 你本来拥有的另一面 对 我会觉得阴影 我自己的笔记上写 我说 它跟你原本习惯的相反 但是仍然很有力量的部分 比如说像 你原本是一个非常谨慎 过分谨慎 而那个相反 可能就是冒险 那个冒险 就是无所谓一点的 其实我得说 你人生有点历练的时候 你人生有点历练 我就问你 是 你很知道 如何谨慎的走到今天 但是 你既然已经是中年 或者你已经有 相对多的历练 你能不能随便举出例子 就举出一大把 冒险仍然活得很好的人 有啊 对不对 或者冒险得到了一些 你很想要 但你一直 连触及都触及不到 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真理的另外一面 可能是另外一个真理 面具底下的阴影 它可能是另外一种 成就人生的方法 或者是找到内在 就是我没办法跟你定义 什么是我 什么是自我 什么是self 什么自信 但是我觉得荣格 很有趣的地方是 或读荣格心理学的作者写的书 我似乎也慢慢体会到他们 为什么不给你一个 就是这个啦 就是那个就是这个 它很有可能 又是另外一个 帮你戴上的面具 对 它有时候 是很难由别人来定义的 但它用很多这种对比的 比如说 像今天可能没机会讲 阿尼玛阿尼玛斯 那像 人格面具 跟阴影 用这种对比的当中 就是在对比当中 找到生命平衡的位置 那因为我自己是男性 他书里面就提到一些 男性的东西 我自己很有感 我觉得 我讲应该比较不会被骂 他里面有一段话 这么说的 在九十六页 他说 对很多男性来说 一个大问题 是他们心里已经麻痹了 他们习惯回避感受 逃避本能的智慧 无视自己内在的真理 这使得多数的男性 对自己和他人都很陌生 他们是金钱权利 还有地位的奴隶 这句话说得很重 但是 我自己身为男性 真的很有感觉 因为 所谓的 我可能在某些人认为 也算是一个 有金钱地位跟权利 我帮你讲 自己讲不好意思 成功男性的代表 OK吗 OK啊 但是 事实上我得说 我得说 就是 可能很多时候 就像 不管是我们 常年以来的教育 环境 社会文化等等 事实上 男性是不鼓励 非男性特质的展现 但是也因为这样 他们就会过分地 戴上一个 很阳刚 很男性特质的面具 于是 最容易发生 在中年 在男性的问题 就是什么 为什么人家说 男人有钱就变坏 是因为他有钱之后 他开始有权利了 他开始内心当中 那些空洞 他以前是没钱 可以去买 他现在有钱去买 但我不是说 这男性是坏人 而是他一直没有去看 自己内心的阴影的部分 他以为 以为 因为钱半生 他想要赚得很多的钱 跟权利 可以得到他要的 于是在那一刻 终于得到 或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 他会不会 理所当然以为 这个也可以买到 可以啊 那份温暖 那份柔软 那份 他会去啊 对 然后去了之后 他会有新的经验 所以到头来 他就会陷入一种 无止境的追求 就像你看 很多人无法理解 为什么有钱的 也不会快乐 甚至于第二代 甚至于有些人 无法理解 那个创业家 为什么他会 他总是停不下来 当然也有可能 那是他内在的召唤 但也有可能 他成为了金钱 权利 还有地位的奴隶 他以为用这些 可以买到 但其实不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 男性的修炼 对啊 怎么办 我个人觉得 男性蛮需要 读这本书的 因为 我觉得 可能这个作者 本身男性 他在 有些片段 写到男生的时候 我会觉得蛮深刻的 他甚至里面有 大概意思 原话我忘记了 大概意思就是说 男人有时候 比女人 比较起女人 真的要触碰到 自己最内在的核心 可能大概是 要经过了 数年的心理智商 还是女人 一般人的起点 对 我记得有这一段 对 就是 我的经验也是 就要男生谈自己 他前面要绕好久 好久 所以我们要开始 触碰到自己的 阴影相反边 我觉得他里面有提到 比如说 像 有一段话他说 龙格曾经观察到 除非我们能够 把父母亲 视为 其他成人 这个也是我常常 在跟学生互动的时候 常常点出来的 你要把你的父母亲 当成是另外一个大人 而不是你的父母亲 如果不这样做 我们就不能长大 父母对我们成长过程来说 肯定是很特别的 或许我们还曾经 因为这样受过伤 但最重要的是 他们只是那些走向了 或者是未能走向 自己开阔人生道路的人 我们肯定 也会有自己的旅程 那都足以带我们 超越个人的过去 充分展开我们的潜能 所以 为什么像我们 回家这门课推到现在 我们其实也得到很多的 朋友的回馈 会很触动 因为 他并不是 如果你 你因为了解了原生家庭 了解了你的 这个我是怎么形成的 你开始去怪罪 你的父母亲 那事实上就回到 我们刚才前面说 你还在 还是投射 还在投射 你还是没有把投射收回来 但是 当你了解那个 你就会知道 其实什么叫做 你人生的功课 什么叫做父母亲的限制 理解不等于认同 而理解也不等于 你要 真的去跨到和解 我觉得理解本身 它本身是带有很大的力量 因为那份理解 你才或许有可能的 把你一直以来 你已经开始觉得 戴那个面具 戴得有点辛苦的 你才会慢慢的 长出一个勇敢跟自觉 我能不能把那个 有点辛苦的东西 暂时放下来 去看那个面具 背后的阴影 可能你一直觉得 你必须要成为一个 怎样的人 而那个怎样的想法 比如说 我觉得我自己 一定要是一个 很负责的人 但那个背后是什么 其实那个背后的阴影 不是我要变成一个 不负责人 不是那么粗暴 而是 我是一个可以容许 轻松 容许玩耍的人 是 其实有很多人 为什么到中年 比如说像我知道日本 有很多到了中老年之后 那个离婚率 非常的高 就是可能女性 她再也受不了 她的男性 一直活成某个样子而已 那我觉得 我身为男性 这本书 如果你真的想要找到 男生那种 很难说清楚 但是却真实 失落的那份快乐 千万记得 不是花钱 看更多A片 不是花钱 而且A片不一定要花钱 不是花钱 不是花钱 对 买更多娱乐 对对对 不是不是不是 而是真的用心思 或许这本书是一个启蒙 是一个起点 这样子 所以其实 阴影在我们人生当中 它是一个力量的来源 我应该 我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说 其实阴影它的相对面 它是带有很大的力量 比如说 无论是从无意识的行为 对他人的投射 忧郁或身体的 这个病痛 我们都能够找到 阴影的踪迹 来这句话最重要 它说阴影体现着 未被允许表达的生命 像我自己 就是我的成长过程 很多人可能听过 我其他的课 也听过我 片片端端在 很多节目的分享 我觉得我那个 未被允许表达的生命 其实对我来说 人到中年 我深刻的感受到 其实阴影通常常的恐惧 而每个人恐惧的议题不一样 我的恐惧就是 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坦然的 说出我的药与不要 而我可以放心的知道 我说出的药与不要 不会造成这世界上 我任何我珍视的 我在意的人事物的 毁灭跟消失 我的成长过程 那是我一个 很大很大的 伤 很大很大的伤 但是当我 能够慢慢的去看待 我慢慢的去练习 我建立一个 可以信任的关系 我发现我跟他说 我的药与不要的时候 我不会被批评 我不会被攻击 而我所珍视的一切 并没有消失 并没有毁灭的时候 你知道那背后 一种是 我同时存在着 我同时存在着 因为那种 不能说自己的药与不要 我同时存在着 可能我在很多地方 我的洞察力 因为你知道 当一个没办法明确说 自己要与不要 他又还是要 他会变得非常有洞察力 他会非常跨人 对 他非常锐利 然后他会非常的 机敏的知道 怎么样让他要的东西 自然的到他手上 而不是粗暴的跟你说 我也要这个 杀来 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既可以同时存在 我的可能过去的面具 的那些 那些能力 优点 但是我同时 我把阴影接回来 我让我的光照进了 我的阴影 我同时又可以拥有 愉悦 让生命愉悦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边 有一点是特别跟男性讲 因为很多男性会害怕 拿掉面具 我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没有 那个恐惧是很大的 就像我曾经在 归零那本书 谈到男人的主观经验 就是 我前半生 我做了这么完整的乐高积木 怎么一脚就被踹翻呢 很多男生 为什么他没 为什么不敢触碰自己 最核心的部分 他其实有这份很大的失落跟恐惧 我觉得这也许也是整个文化对男生的伤而已 就不是只是男生自己的问题 也包含着整个集体的一个期许 然后会让男生以为 打开来会不会什么东西都没有 没错 可是我想跟所有人讲 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 就是 你把面具打开来 不可能没有东西 其实都是有的 只是那个东西我们怎么去看见跟诠释 然后还就去接纳他就是你 而且是很好的一部分 甚至于我刚才举的例子都比较偏向就是 可能所谓的面具是相对一般公认比较正向的 而阴影是比较容易投射于负向的 但是反过来也是 你看有些人 他就是 他就可能一路以来 他就活得非常的自我 活得自我 甚至于他以这样为标榜 甚至于大家都觉得 他很毒舌 他很毒舌 有没有 那他的阴影是什么 柔软啊 他的阴影可能 比如说他活得好像目中无人 但他的阴影可能是 他其实 他的相反 相反别人学院 他过分不在乎别人 他相反别人学院 反而是要把他人纳入自己的世界 不然他就活得不完整 而且他会发现 当他一直都不在乎他人 或许在某些时空底下会得到掌声 但某些时空底下 事实上不仅不会得到掌声 他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像 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 现在自媒体的时代 是不是有很多网红 他标榜就做自己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 那过分标榜做自己的网红 你大概都可以预期得到 或者在他的影片 或他的资料当中 搜寻到一个关键字 三个字 做自己 忧郁症 你以为他这样子好像是活得 很洒脱很自在 但是这样的状态 为什么高度跟忧郁症挂钩呢 他真的能够活到心中没有别人吗 所以我觉得阴影是力量 不过我刚才补充一下 也不是有忧郁症的人就都是 是目中无人 这个不是等式的哦 就是有些人会这样 他很容易得忧郁症 但是忧郁症的人不等于都是目中无人的人 会造成忧郁症的原因很多 但我刚才举那个例子 就是说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读荣格或者是读 读相对的论述 我觉得 他给我最大的滋养就是 你用一个更全面的角度 去认识人 认识你自己 那当然很多人 像我 有一段话 我也特别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我们在探索自我 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 可能很多人有一个疑问 因为 荣格他谈的就是self 大写的 叫做自信 但是他说 很多人曾经质疑 过分关切 个人成长 难道不是一种自恋吗 有没有 蛮好的问题 对 我觉得 这个问题很厉害 这个问题很厉害 他说 只要人们在决心 实现个人潜能的同时 也承认他人拥有 同样的权利 那就不能算是自恋 这需要有双重的力量 为自己负责的能力 以及在想象中 验证他者真实的勇气 好 我讲白话文 就是 你有办法做自己 你关注自己 也很好 可是当别人也想 这么做的时候 你是允许的 而且你有能力 在把你对自己的了解 或对他的了解 在真实的世界里核对 对 就是他到底 是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是有办法 透过沟通 透过交流 透过合作 去知道彼此是怎样的人 他就不是一种 幻想式里的自恋 对 对吧 对 没错 好 那最后 现在已经 40分钟了 是要怎么走 全部都讲概念 那虽然我也知道 没有一条标准的道路 可是也没有一些 可以让我们有 启发的做法 好 就是书的最后 203页他说 当然有人问到 乔瑟福坎博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英雄之旅 英雄之旅 瑟福坎博这个问题 他回答说 跟从你的狂喜 狂喜是blies 但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他说 有一些人对狂喜 这个字会有点疑惑 那对于这本书的作者 James Hollis 他就说 跟从你的激情 好 那什么是激情呢 他说激情就像使命一下 它像是一种召唤 而不是一种选择 calling 一种calling 对 所以在我们 在讲跟从自己的激情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 是我自己读到这里 我自己感受 我写下来的话 他说 我自己常常会觉得 有很多人 他把他人生最美 最成熟的时光 活得老气很秋 我们先跳开这本书 再会讲一下我个人感觉 我觉得人到中年 其实某种程度 不管你是有成就的 还是没成就的 你都在人生当中 走过了一段路 你对人生已经不再有 那种奇怪的幻想 如果你是有成就的 你其实已经掌握了一些 资源 资源 但如果就算你没有成就 至少你认真的活到了今天 所以这是一个人生 最美的时刻 它进一步 当你可能有资源 或者还有很多很多的能力 进一步 它是一个最元首的内外状况 要奉献这个社会 但如果你真的没办法 你退一步 起码你也可以用相对元首的方法 知道怎么独善其身 你在最美的时光 但却活得老气很秋 那为什么老气很秋 就是你没有真的去看 你的passion是什么 你的激情是什么 这有提到几个点 就是在书里提到 我们关于激情的几个原子 对我们生命的提醒 它说第一个 没有激情的生活 是没有深度的生活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发现 你的人生常活在一种 你讲的每句话都是对的 但没有用 或者是你对什么事情都无感 对 就是没有特别的感觉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没错 或这个不好 那个也不好 第二个 虽然激情对于秩序 可预测性 甚至于理性都很危险 但它却是生命力的表达 这有没有呼应 刚才前面说的面具 你一直戴的面具 你就一直都很正确 阴影有的时候 其实是另一种生命的能量 对 然后第三个 人若不愿意冒险 去过自信 就是self所命令 以及激情所提供的广阔生活 他就没有办法接近神 接近原型的深度 这白话文要怎么讲 好 白话文就是 如果你没有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荣格相信 每个人都有神性 神性不是你要变成 那个天上的神 不是那个宗教里的 当然也有宗教里的那种 活出一种完整的感觉 这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 而且我看一下 所以他会无法接近神 无法接近原型的深度 原型的深度 你把它看成就是 它是一种 形象化的存在 一种 它其实无论在任何的 时空也好 文化也好 它都一直存在的一种 我不想 荣格没有一个精确的词 就是它是一种 一种 就是 概念 一种状态 状态 然后我们之后 像第二人生 我们谈很多原型 原型 对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十二个原型 所以等那边 再好好完整的讲完 你今天突然考我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寻找并跟随人的激情 有助于我们的个体化 就是说我们真的要 活出 白话文 你真的要活出 那个真的 内心踏实的我 你一定要把自己的阴影接回 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 那个 安妮玛 跟安妮玛斯 融合起来 对 所以 其实这里面 它说 中年危机体验的 并不是核心自我的崩溃 就 很多人以为 中年危机 或者我度不过中年危机 我就不见了 其实不是 是你假设的崩溃 对 你对世界所有看法的崩溃 对 你要重新建构 你对这世界的看法 你可能过去 比如一个极为谨慎的人 他对世界的看法 就是世界是危险的 你愿意不愿意把这个 假设稍微换一下 或者是调一下 这样 所以 甚至于 当你假设崩溃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价值 就在于 你不再对他人 失望了 在这本书最后 有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 在增加了对自己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不再对他人失望 因为他们无法提供 他们没有的东西 这像不像是 当你真的理解了你的父母亲 他们没有办法提供 他们没有的东西 我们承认他们的主要责任 跟我们一样 就是走向自身的旅程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要把父母亲 当成是另外的承认 他们有他们的旅程 你有你的旅程 所以 很精彩 很精彩 最后 跟大家念一段诗 这段诗我在很多书上面都看过 但这本书又把它重提 然后 我不知道你前面的 我这个陪你走一段的 不知道你对这段旅程会不会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 可能很多人会云里雾里 但就算你云里雾里 没关系 这段诗我帮你念完 你体会一下 这段诗叫做短篇自传五章 五个chapter 然后他用很幽默的方法 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 你的人生 找回你自己的过程 第一段诗是这样 我走在街上 人行道有个很深的洞 我跌进去 我很迷惘 我很无助 那不是我的错 我用了很久的时间 才得以离开 第一段 第二段 我走在同样的街上 人行道有个很深的洞 我假装没看见 我再次跌了进去 我不敢相信 我跌在同样一个地方 但那不是我的错啊 我依旧花了很长的时间 才离开 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 我走在同样的街上 人行道有个很深的洞 我看见他在那里了 我依旧跌进去了 那是一种习惯 但是 我打开了眼睛 我知道我在哪里 那是我的错啊 我立刻就离开了 这是第三段 第四段 我走在同样的街道 人行道有一个很深的洞 我从他旁边绕过 这是第四段 第五段只有一句话 我该走其他条街道 也许有人会想说 啊不就一开始走其他路就好了吗 但其实 你大概可以想一想 你的生命里 有没有一些习惯也好 或直觉的反射也好 你的某种个性 其实就是那条路 要你改有这么简单吗 如果你都没有办法那么简单 你怎么会期待你所爱的人 很容易改他的个性 对啊 个性有的时候就是那条路 对啊 其实当你很直觉的觉得 他不就走别条路也好 这也是你的习惯 我们都 你知道像这样的面具人格 他就会比较容易假设 任何人好像都是可以 很轻松的 可以很轻松的 对 他就可能少了一点 去接受自己生命 也卡住的地方 那个有限性 所以今天真的很谢谢凯宇 帮我们导读中年之路 我觉得你来导读 真的非常的刚好 因为心智 外表 主观客观 都是中年 都是中年 谢谢 外表那条 是不想承认吗 那个 那个是我的阴影 好那 刚才凯宇也有讲 其实有的时候 我觉得中年只是那个 最有感觉的时候 书中也有讲 中年之路 其实就是 他某种程度是从成人的 第一起就开始 我们这本书也有在我们的 公司里面内部导读 那我们也有就是 二十出头岁 才刚大学毕业的 同仁们一起看 然后 他也是会在里面看到一些 生活跟他想的不一样 生命跟他想的不一样 其实 那个 书中有个东西叫地震波 当你开始发现 世界跟你想的不一样 就是它一个一个小地震 那那个地震波呢 其实从 年轻的时候就有 只是它那个 瑞士规模比较小 然后一直累积累积 你们知道吗 能量释放 如果没有一定 就累积一段时间的时候 它就会一次爆炸 这样子 那中年很多时候 是我们大家 比较容易感觉到 那个瑞士规模 震度比较大的 对 因为也累积了 足够多的材料 对 其实这个材料 是双向的 它累积的足够多 可能让你辛苦的材料 但别忘了 你人到中年 你其实也累积的足够多 可以对应未来的材料 也是一种能量 对 所以这本书 推荐给大家 那最后还是一样 凯宇刚刚刚也有讲 我们整个被养育的过程里头 父母亲是那个源头 然后我们跟家庭的关系 常常会有非常多的 投射在里面 很多的假设在里面 能够去看清楚的话 你就有机会 换一条路走 不会一直要跌进去 走上不同的街道 好 那最后提醒大家 我们的回家 最最早鸟优惠 2199 直到8月26号晚上9点 台湾时间晚上9点 也就是如果你现在看的话 你在8月25号 看这一则的话 就是明天晚上 那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看到这一则 但我希望你 看到的时候 就能手刀加入 希望你们大家 我们都可以一起 回我们心里的家 没错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期待未来继续推出更多 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